好,那我们再继续谈那个常识问的问题 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这是在你们的书本 你们书本第八章的第四节 它的标题是自由例子,你们注明一下 你们书上的140页 140页,第八章的第四节 你们书上的标题是叫做自由例子 你们观一下,你们书看看 那我这边把它改成什么样 改成常数未能 常数未能,这样牵手吧 那常数未能,如果等于0,就变成什么 就是自由例子 这样可以了吗 如果V等于0,就变成什么样 变成自由例子,就你们书上看 那我们这样谈比较好 因为我们后面要用到的就是要用常数未能 如果V等于0,就是你们书上的自由例子 那我们上次讲过,如果 E大为V,就是能量大为V 也就是振得动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一项 我们可以用这个再剪 就可以剪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做变量转换 好,我们做变量转换 然后就得到这个式子 好,这上次我都超过了 好,再重新 重新革命,革命把它复兮一次 这两个是特殊函数 那它这个是文放射解 好,这是文放射嘛 这些文放射 文放射解有两个独立解 好,一个独立解是这个 另外一个是这个 这两个呢 这两个呢,都有特殊函数 我们叫特殊函数 那一般解,一般解是这个 这是一般解 这是两个独立解 两个独立解 到一般解是这个 那问题 那如果呢 如果能量比动能,能量比会很小 如果能量比会很小 如果能量比会很小 我们多变成是 多变成是 i kappa r i就变成i kappa 然后kappa是等于这 那这时候我们的怎么样 我们是这样写的 那个 解变成这样 变成是换成这两个独立解 一般解 然后一般解 这是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分成两种情形 那这是 这是 这 sphere 这是第一种 这是第二种 它有两种 所以 整体再复习一下 以后 例如说 如果考试 如果考试 或者是以后你没碰到这些问题 当你碰到常数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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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分成两种 一种是能量怎么样 能量比未能大的 也就是正的动能 你就要用这一套 这样会了吗 如果是 如果是 能量比未能小 也就是负的动能 你们就要用这一组 有没有问题 我要记住 所以以后你们 以后你碰到常数未能 就分成这两种情形写 一个是这个 这是 这样清楚了吗 所以以后你们碰到 那个常数未能 就有这两种解 你们就直接把解写上去了 不用再怎么样 不用再推倒了 有没有问题 如果我考这种题目呢 如果考试 考常数未能 对不对 你就直接把怎么样 直接把这两个答案写进去了 清楚没有 你就不用再做推倒工 就不用再推倒了 那这些 这些就是说 sweak based sweak newman 跟sweak hank 都是我们都叫特殊函数了 那些特殊函数呢 就是这种 规復方式的解 那我们再继续讨论 这些特殊函数有什么特性 我们上次谈了一半 谈一点点 我们底下再谈 这步骤知道了 那我们再看 这些特殊函数有什么特性 那我上次跟你们讲过 我们要学特殊函数 有几个地方 你们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叫 asymptotic behavior 就鉴定式的 就是我们在学特殊函数 这些 你要不要注意的地方 那这分成两个 一个是怎么样 r7 r7 就是说 第一个情形 就r很小的时候 也就是r很小的时候 这边是小一小的 比e跟l小很多的时候 就是说 r比e或者l小很多的时候 这公式 这建议式是这样子 这地方做符号 这符号你们书上漏掉了 你把它补上去 你们书上这个地方 凑掉了 你们如果有带书来的话 你们要补进去 书上这边 把这个符号漏掉了 就你们现在这个版本 那旧的版本 旧的版本 旧的版本是把这个正义漏掉了 所以上次我抄售 就抄售在这里 旧的版本 旧的版本 把这个负义漏掉了 那你新的版本 是把这个符号漏掉了 你没有看到 这边有个符号 这边有个符号 这样清晨了吗 那我在后面这边展开 我再把那个 你们书上没有这个 你们书上没有这一项 我把它补进去 我把它补进去了 那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 你们要记得 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 记得 叫做 JL 就Squick Basal 当R趋近零 这也是 其实也是 我们叫R是KR R在这里面 R是K乘向R 对不对 所以R趋近零也表示K怎么样 R趋近零也是R趋近零 这样清楚吗 也就是说靠近原子核 靠近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正比于怎么样 正比于R的L次方 另外这个呢 是正比于什么 R什么 R的L加一分之一次方 R的L加一的倒数 所以这个函数是怎么样 是发散的 所以这个函数是发散的函数 所以这个函数是发散的函数 这是那个R很大的时候 那见近数是这样子 那最好它是sine的函数 一个是sine的函数 一个是cos的函数 那sine的函数 oms的函数 它是怎么样 是指 Flow 这些西式 你们要知道的怎么样 你们要知道的 这个践境式 它是介 contar 不是啦 那這些特徵是你們要知道的 想不想為什麼這邊沒有寫十倍函口 這邊為什麼沒有寫十倍函口 因為十倍函口都發散了 兩個十倍函口都發散了 就R7-0 這是一個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叫電競式 另外一個我們要注意的地方是這個 叫Recursion Relation 這個都抄的 就是Recursion的意思 是說不同L之間的關係 我把它寫在這邊 就你們學特殊函數 你們學特殊函數 首先要你們知道這個 你們不用背起來 你們不用背起來 但是它的特性你們要知道 清楚嗎 那第二個你們要知道Recursion 你叫Fum 了以後 我就不講別人 那我這邊寫的Z 這個函數是代表這四個 也就是說這兩個式子 這四種函數都適用 我這樣講清楚嗎 這邊有兩個式子 對不對 這兩個式子 這四個函數都適用 我這樣講清楚嗎 對特殊函數來說 這是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的關係式 我們來看看怎麼有用 首先這個是牽涉到 我們知道L L-1是L前面的一個 L加1是L怎麼樣 L後面那一個 這樣會嗎 那底下這一個是牽涉到為分的 第二個式是牽涉到為分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式子怎麼用 例如說我舉例 如果L等於1 如果L等於1 對不對 那這個式子告訴我們什麼 等於什麼 對我們看 把L等於1帶進去 所以是多分子幾 二一嘛 三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Z1 我們就用這個做例子 用Squick Bezos做例子 所以ZL Z1 然後等於 多少 等於ZL- 現在1-1嘛 所以是0 對不對 然後這是多 然後再加上 Z多少 1加1 2 真清什麼 那這式子告訴我們什麼 蛤 告訴我們什麼 如果Z0跟Z1知道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 可以得到Z2 如果這兩個已經算出來 對不對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 就得到Z2 等於什麼 等於多分子 3 Z 1 多 減掉 Z0 多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算什麼 就可以算Z2 我們先算這兩個 Z0跟Z1已經算出來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算Z2 這樣清楚嗎 我們就用算Z2 Z2算出來 我們可以算什麼 對 Z1跟Z2都得到什麼 得到什麼 Z3 這樣會嗎 然後Z2 Z3可以得到什麼 這樣以此類推 你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所有的 這樣會了嗎 就你利用那個 旅客訊分明的 你只要算其中兩個就可以了 你只要算這兩個特殊函式就可以了 其他就怎麼樣 其他就 經由這個公式 經由這個公式可以算出怎麼樣 算出所有其他L的 這樣清楚嗎 那大部分特殊函式就有這個特性 大部分特殊函式都有這個特性 所以你們在學特殊函式的時候 有兩個地方 我剛剛告訴你 有兩個地方你們要注意的 一個就是左邊寫的這個 漸進式 漸進式是R去D 你R去D無限大 的漸進式 另外呢 另外就是這個 對了嗎 第二個事實是牽涉到微分 微分以後 我們再講解真正的問題的時候 就用到了 到這一步清楚了 然後底下 當然這邊還是 我想你們觀念還是很模糊 我們底下用一個 用一個例子 我們解個例子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來告訴你 怎麼要用這些公式 這樣 我們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叫做 square square 是一個方形的意思 方形的未能形 那我們如果畫圖是這樣畫的 這未能是這樣子 V 我把V寫在這邊 V R 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R小於A的 R小於A R大於A 這叫做 R大於A 就是說 A是半徑 我們韓式 我們韓式是這樣畫的 我們韓式這樣 就是說 R大於A 就是半徑 A是半徑 R大於這個半徑的時候 它是零 就這邊是零 小於的話 是在這裡頭 到這裡到這裡 是負的V0 V0 V0是大於0 那如果 這是 我們用函數來表示 那真正的 真正的未能分布是怎樣 小不小的 真正的未能分布是怎麼畫 對 一個球狀 真正的未能分布是這樣子 這是半徑是A 球內是怎麼樣 球內的未能是這個 這樣見嗎 球內的未能是這個 球外呢是多少 球外是0 這樣知道意思了 真正的系統是圓球 就球內是負的V0 球外是0 但是我們名稱都是這個 所以以後你們看到這個名稱 你們要記得 它真正的形狀是球形 雖然我們用square square是方形 對 方形是指這個形狀 方形是指這個形狀 但其實它是球形的 那我們現在來解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來解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 在球內呢 球內是未能是常數 球內未能是常數 這是常數對不對 球外未能也是常數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我剛剛寫的那個式子 所以我們分成兩個區域 一個區域是 R小A 球內 球內 就是球內 球內是常數未能 對 常數未能 球內是V V是等於負的未能 就在球內 V是等於負的未能 那我們現在先討論這個情形 E在這裡 能量在這裡 能量是比負的未能還大 比較上面 對 那這次動能是正的還是負的 動能是正的 動能是正的 動能等於什麼 等於E 減掉負的未能 對不對 那個 然後 K等於多少 K等於多少 跟我講好不好 等 根號 2 M 然後E減掉負的未能 所以是多少 是這個 所以E加上 是不是 那破換數呢 等於什麼 你們跟我講 對 ZL跟怎麼樣 跟NL A 我原先用R 就直接把R帶進去 所以KR 是不是 因為R 我原先R 對 R就是K R 對 但是因為 當R確定0 哪一個函數發散 NL是發散的 所以我們要把哪一項去掉 把哪一項去掉 要把這一項去掉 所以我們必須怎麼樣 多等於 所以我們最後得到什麼結論 最後得到 R L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怎麼樣 把那個內部的那個 那個破換式寫出來 對 這是在求念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求念我們已經得到了 對 求念破換式我們得了 那我們看球外 我們看球外 對不對 求外的話是 求外的話是 一怎麼樣 我們現在一怎麼樣 這裡是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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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領 那一怎麼樣 一小一點 V等於領 我這樣寫 這樣寫好了 V等於領 對不對 所以 1 1-V 是小於領 OK 這等於 等於1 所以我們這次要換成什麼 我們要用來 CAPA還是K 對 這叫做CAPA 我們用CAPA 這V-1 所以是變成 V等於領 所以 然後PO函數呢 PO函數該怎麼寫 我剛才告訴你 PO函數怎麼寫 對 用除非的函口 那因為我這邊也用了A跟B 我用別的符號 所以C然後函口 那我們再看 這兩個函數 我已經跟你們解過 這兩個函數有什麼特性 R確定很大的時候 還記得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函數 對 很多分之什麼 我們直接用這 我曾經跟你們解過用CAPA的 這是什麼 那這個呢 一個是負的CAPA 一個是正的CAPA 你再複習一下 我有跟你們解過 我跟你們倒過 假如Z0 假如L等於0 如果L等於0的話 這是正比這個 L不等於0的話 這個還是一樣的 只是前面係數怎麼樣 前面有一些多項式而已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R確定無限大 因為這邊包含 這邊是一直到無限大 對不對 R確定無限大 哪一個是發散的 對 這個是發散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這個要怎麼樣 這要去掉 所以我就要低等一點 這樣清楚了嗎 OK 到這部會 所以我就把這一項去掉了 所以就得到 我們就得到 所以我們兩邊的解都得到了 一個是在球內 球內解我們得到 球外解我們得到 下一步要怎麼處理 就要帶邊界 邊界條件 為什麼要帶邊界條件 因為我們說 破環數必須要怎麼樣 對 破環數必須連續 它的導來絲呢 也就低色違反 也要怎麼樣 也要連續 所以下面就叫 帶邊界條件 所以邊界條件有兩個 一個是 就邊界條件 一個是破環數要連續 那破環數連續告訴我們 必須要怎麼樣 左右兩邊 就是說 這邊跟這邊要怎麼樣 要相等 所以我們就得到 A 然後怎麼樣 J L K A 這樣在邊界就是 R等於A的時候 那右邊呢 右邊等於什麼 C 然後怎麼樣 I Kappa R 對不對 這樣會有沒有 這是那個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 那第一個呢 要怎麼樣 第一次微分要怎麼樣 也要連續 就第一次微分 其實我們這邊 我稍微提醒你們一下 我們知道 這是立體對不對 立體有幾個變量 位置有三個變量 R C F 對不對 為什麼我只討論R 沒有討論C F 因為C跟F 都一樣 不要忘了 真正破環是什麼 完整的破環是什麼 對 完整的破環是我寫在這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兩個是怎麼樣 是一樣的 這樣牽什麼 所以我就沒有 我就沒有怎麼樣 我就沒有特別提了 這樣會了嗎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討論這一部分 因為這是一樣的 所以我只討論這個而已 這樣會了嗎 那這邊就牽涉到怎麼樣 牽涉到微分了 牽涉到對R的微分 這邊微分 有微分 要注意 我這邊是對什麼微分 對R微分 不是對多微分 這樣清楚嗎 所以我這樣寫 我這樣寫 你們 你們想不想我這樣寫的符號 這個意思 就從左邊怎麼樣 從小的到區裡A 這是從什麼 從右邊進來 這樣會了 那我們現在要把那個 兩邊的破環式帶進來 所以我們就得到 我這邊要提醒你們 是說 這是對R的微分 這樣清楚嗎 這是對R微分 但這邊的變量是什麼 這邊的變量是KR 這邊也一樣 這邊是I 所以我們這微分要怎麼寫 我這把他擦掉了 所以這個是 等於是 D 然後 這是A 這是左邊 對A 然後對這個微分 對不對 但不要忘了這是對DR 然後 右邊呢 右邊是這個 C 然後等C 然後D 看是不是要這樣子 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這兩個式子 我們可以換成什麼 可以換成這個 可以換成這個 然後 K 然後 DL prime C 然後 HL prime 你們知道這四個意思 你們知道這K怎麼來的 對 對 對這個微分來的 對著 對這個微分來的 對這個 那這個是對I Kappa 走到I Kappa 所以走到I Kappa 那下面怎么办 下面怎么抽点 这边是天润的微分 天润的prime 那下面怎么抽点 有没有记起 我刚刚跟你们讲 特殊函数的特性 我们有没有了解 特殊函数要知道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建议室 还有意外是怎么样 理科迅什么样 理科迅的formula 理科迅的formula有两个 一个是没有牵涉到微分的 一个是牵涉到微分的 那我们把那个 没有微分那个 我再把它写一次 有没有 这边牵涉到怎么样 牵涉到微分 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带进来 对了吗 这边就得到A K K K 对不对 那 你们告诉我 答案是什么 这边是 2L加1分之1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2L加1分之1 再过来 再过来 再过来等什么 L 好 那 你们告诉我答案 Z Z L-1 Kappa1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 后面那一项 剪掉 对不起 剪掉 L加1 好 然后Z L加1 A 这是左边 然后右边 我们把它带进去 右边是C I Kappa 对不对 好 然后一样的 我们带 2L加1 好 然后L L-1 然后I Kappa A 然后再剪掉 L加1 好 然后 这样会了没有 好 我们就解释这个结果出来 好 然后 不操了没有 那么 我们来看看这两 我们来看这 我们这边有一个 有两个式子 一个是这个 好 一个是这个 我们有两个式子 对不对 好 我们有几个位 这两个式子 有几个位置数 A跟C 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还有呢 K跟Kappa 我们也不知道 那其他都函数 对不对 不过不要忘了 K跟Kappa K跟Kappa 有没有关系 有 是有关联的 我们再把K跟Kappa 写下来 你知道K K是等于 对不对 这两个是有关联的 因为这是已知的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K平方 等于是2M 那K 那K平方 负的 是不是 这两个相加以后得到什么 K平方 这一项 这一项 跟这一项 这是负的 跟这一项 怎么样 消掉了 这是负号 对不对 这是正号 对不对 这两个消掉 所以等于多少 等于2M V0 是不是 这是常数 这是已知的 V0是已知的 对不对 所以告诉我们说 K跟Kappa 只有一个变量而已 对不对 K跟Kappa 只有一个变量而已 那我们现在 但是我们有三个变量 有A跟C 还有这个 这边一个变量 对不对 我们有三个变量 对不对 那怎么样解出来 没有 其实只有一个 你看 我们把1跟2 把它相处 1除以2 或者2除以1 A跟C 就怎么样 A跟C 就消掉了 我们2 2除以A 2除以1 对不对 左边有A 那边有A 就消掉了 右边C怎么样 C消掉了 所以剩下怎么样 剩下一个公式而已 那一个公式 有几个位置数 有一个位置数 我们能不能写出来 能不能写出来 就可以 你可以把K 或者把K 把K 解出来 得很清楚 那这解出来 K跟K 叫什么 对啊 你可以讲I 不全是I 就是 K 就到这个根 2除以1 你可以得到 可以算K 或者K 其實我們以前解過同樣的問題 那你k跟kava得到以後呢 就得到什麼 就得到1 如果kava解出來就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1對不對 那這個1叫什麼 就是I跟value 以前我們解個類似的問題 那當然這很複雜 我們因為eroha 當然這邊對應不同的eroha有不同的解 對不對 那底下我們用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l是多少 l等於0 l等於是最簡單的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解那個l等於0 這樣你們比較有體會